欢迎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来看的是长达超过一年的美中恶斗 其中在高科技产业链的供应部分 我们看到美国一直是占上风 它频频的发牌 那么阻止很多供应链能够在出口到中国 而中国这一次狠狠打了美国一巴掌 它的反制第一个是选在时机 它就G7广岛峰会的时候 众口一声的对于所谓中国的经济威胁 高度关切 于是就在这个峰会一结束 北京就宣布封杀美国晶片大厂美光公司 它的意思是向美国和这些西方国家杀鸡儆猴 其实在三月底 中国已经宣告会对美光展开安全审查 外传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在南韩总统访日本的时候 希望南韩不要去填补 如果美光撤出中国市场 那么希望三星和海力士不要去补这个供应链的缺口 现在美光已经被中国封杀 就是不准再出口到中国 那么传出首尔无意限制三星跟海力士 那么他们可以进中国提高他们的市场份额 这使得国际之间的高科技竞争 卷入了一个选边站的更复杂状况 美中之间的高科技竞争再起泼蓝 但与过去多次由华府发起制裁不同 这回上前校正的是北京 因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存储芯片巨头 美光公司产品采购被叫停 大陆网信办21号晚间发布公告 指美国晶片商美光公司产品有网路安全隐忧 对中国关键基础设施供应链 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国家安全 因此下达采购禁令 但是中方并未对所谓国安风险 提出任何说明或证据 也没有表明哪些美光产品被禁 美光主要供应内存和闪存 国内的长江存储 长新存储等企业 都已经能够量产相关产品 分析认为北京当局选择美光公司开刀 一方面是因为同类的中国自家产品发展相对成熟 封杀美光对自身伤害比较小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光近年来 积极响应拜登政府所推动 与盟友合力加强供应链韧性的政策 包括去年底美光关闭上海办公室的 记忆体设计业务 转移到印度与美国 并且宣告将投资上亿美元 在纽约盖超级晶圆工厂 美光五月中更获得日本政府 提供两千亿日元奖励资金 计划在广岛场开启先进晶片的产线 美方第一时间对中方禁令 表达高度关切 同时积极捍卫自家同样以国安理由 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 发出制裁的正当性 禁令一度打击投资者信心 让美光股加在22号 也就是周一开盘前下跌6% 但鉴于中国市场只占美光去年总营收的11% 美光财务长莫菲更坦言 禁令最多会带来各位数百分点的影响 这让市场信心回升 当天收盘只有小跌2.85% 早在三月底中方已经对美光公司的产品 展开安全审查 如今宣布封杀美光的时间点 特别选在广岛G7峰会闭幕 与会各国虽然表明不想与中国脱钩 但强调要去风险化 更反对北京当局经济胁迫举措之际 北京当局试图借由这个美光禁令 向美国与西方各国杀鸡儆猴的意味明显 在美方反复表明愿意与中方缓和分歧之后 北京当局仍然向美光祭出封杀令 让外界对于中美竞争难以降温 甚至政治不确定性风险增加的担忧持续提升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哈特就坦言 不少美商会员很担心自己成为 北京当局下一个封杀的对象 而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更称 美光被封杀可能会对供应链带来更大压力 呼吁欧商要进一步评估 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可能带来的冲击 并及早因应 所以任何国家的企业 只要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 我们欢迎他们和他们的产品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北京当局则强调一切依法行事 还向美光的竞争对手 也就是南韩三星与SK海力士喊话 呼吁不要跟随或者接受美方所提出 不填补中国市场空缺的要求 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 22号则在上海与美商代表们会面时 重申中方将继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试图缓解外商疑虑 但能否有成效 仍待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导